今天要來安裝一台手足球桌 順便教教各位購買後如何自行安裝 就是這台 老夫子桌上足球遊戲台 這是我們高樂集跟老夫子官方授權的產品 這就帶各位來開箱順便安裝 準備美工刀跟十字螺絲起子 盒裝上有雷射防尾貼紙 割開外包裝 先將所有的零件都拿出來 桌面 使用手測兩個短的側板兩個長的側板 小零件盒 長盒之內是四根球桿 使用說明各位可以參考看看 安裝說明中的漫畫值得你拿起來看一看 再把四根球桿拆出來 也把小零件盒拆開 先把螺絲跟小零件擺好待會使用 拆掉人偶上的塑膠保護膜 拿一塊長的側板 跟一塊短的側板 把他們兩個組在一起 鎖上兩顆大螺絲 隨著都會附贈一隻內六角板手 可以用來鎖緊螺絲 接著要安裝球桿 先將泡棉避震環安裝上 每一根的球桿兩側都要安裝 接著安裝華絲 每一根的球桿兩側都要裝到 裝上球桿 人臉的方向要裝對 如果怕搞錯的話可以參考說明書 接著拿出桌板 側板上都有勾槽 順著勾槽安裝 長側板的兩邊勾槽是往上彎的 在這邊要施加點力氣把桌板給折進去 安裝另一邊的長側板 鎖上螺絲固定 這時候還不用鎖緊 安裝最後一個短側板 要鎖緊之前先把桌板確實安裝進勾槽 最後再來全部鎖緊 安裝握把 球桿上都有一個螺絲孔 跟握把上的洞對準後鎖進螺絲 每一邊會有兩根握把要安裝 建議用小的螺絲起直比較好鎖 球桿的尾端裝上保護蓋 每根球桿都要安裝 安裝計分器 用力塞進孔洞中 不需要鎖螺絲 將球桌翻過來要安裝座腳 每一隻腳鎖兩根螺絲 這樣就完成安裝囉 這就是我們完成的成品喔 最後面你還可以再額外加個方滑墊喔 像我從這個方滑墊 剪了四小塊 墊在每個桌角下面 這樣子呢 你在比較滑的平面的時候呢 你就不怕它邊打邊滑走 安裝完之後我們就來試玩吧 這台跟我們正式的手足球桌 比較不太一樣喔 屬於玩具等級的 適合小朋友玩 如果是大人來玩的話 就請你要對它溫柔一點 不要把它當成國際比賽桌 這台完全不一樣喔 這台你要溫柔 那台你用全力打都沒關係 你用力摔它折它 用力打它的話 它是有機會會壞掉的 如果你有興趣要購買這台 老膚子手足球台的話 陪小朋友玩啊 或是跟朋友之間來玩 可以透過高樂級官方的網站聯絡我們 或是LINE 臉書 Email都可以 好的 以上就是我們的開箱 與安裝教學 我是Jack 我們下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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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再見